各位基督教今日报的独子们平安 我是贵格会合一堂的周又林直士 在教会当中负责整个崇拜和媒体的事工 在我很小的时候 两岁的时候我就有严重的过敏和气喘 然后四岁的时候得了风湿性心脏病 到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就接连爆发了僵子性脊椎炎 肋风湿性关节炎 血管炎 红斑性狼藏等等 各样自体免疫的疾病 在整个疾病还有药物的影响之下 我的肝脏 肾脏 心脏 几乎所有还有血管 所有的内脏 都出了非常大的问题 那现在都不能够正常的运作 以前我是一个靠着自己样样都能做的人 我在台湾大学还拿书卷奖 但是从我生病之后 我几乎所有的生活工作全都停摆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有一节经文非常安慰我 就是上帝说他的恩典够我用的 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过去我靠着自己什么都能做 但是现在甚至 很多时候连保持清醒都有困难 但是我就经历到我必须要每一天靠着神可以活下去 每一天继续靠着他有盼望 如果您也在一些疾病当中 而且没有得着医治 或像我一样每天要吃一百多颗的药 吃到身体都会反抗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最有价值的一件事 是上帝说我们在各样的患难当中 他就会安慰我们 好叫我们可以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这是一个很颠覆的对苦难的看法 就是当我们越受苦难的时候 我们越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跟真实 那个不是靠着我们所做 但是上帝说赐给我们的平安 也上帝祝福大家